剑仔好大党被绑架 生死不明 王剑民先发对待红营队 跟捕手做暗号 深圳出局 跟剑仔大党 让剑仔头突漂亮深圳的 就是国民队的捕手拉莫斯 国民队昨天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 新秀捕手拉莫斯被绑架 至今生死不明 经验球技结束后 他回到委内瑞拉的家乡 昨天晚上他跟父亲还有兄弟 都在家中客厅 突然有蒙面持枪歹徒 闯进家中 歹徒间hold住家人 然后要拉莫斯跟他们走 他们将拉莫斯压上门外的车子 立刻开走 拉莫斯跟剑仔特别有缘 因为剑仔今年成为大联盟 对战大都会的第一战 就是由他出任捕手 甚至剑仔在对战小同队 投出精彩的复出首胜 也是跟拉莫斯搭档 有着猛然身材的拉莫斯 他的打席能力 更是投手的最好朋友 他多次以他火热的大棒 用强大的炮火来支援剑仔 剑仔特别得知 拉莫斯被绑架后 非常震惊也很担心 希望拉莫斯能平安回来度过难关 动新闻综合报导